想要孩子了 是 不想要 不太想要 怎么了 恋爱的时候 他就是一直在外地嘛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 然后就是从开始谈结婚这件事情 到现在吧 我们之间就发生了挺多事情的 让我对他也挺失望的 他说这些话很不负责任 家里的事情他也不管 还有就是他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要我先去妥协 我觉得这样在一起很累 咱们慢慢说 不负责任是吧 对 怎么不负责任了 像那一年是 5月20号的时候要领证嘛 然后5月初的时候他回来了 我们跟朋友出去玩 他跟朋友先走了 我去停车 去追他们的时候 就是脚被别的车压着了 住院了嘛 但是在我住院的第二天 他就又回去工作了 也没管我 我能理解他工作忙 但是我觉得我受伤了 他也应该能陪陪我会更好 然后到5月20号那天 我觉得就更过分了 那天本来说要领证的 然后我在医院都等了他一天 打电话没人接 发短信还没人回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主持人那天是这样的 那天早上刚好是我们领导 就是突然让开一个会议 然后我没来得及 跟他去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短信 确实这个也怪我 后来证领没领吧 领了 但是在27号的时候 把证给领了 27号领证那一天 也特别不顺利 因为我当时脚还没好 只能坐轮椅 他也不帮我拿东西什么的 然后就是又让我父母回去 又拿了一趟那些需要的证件 所以女生说不负责任是这么来的 是吧 对 他除了这个不负责任 还有什么不负责任的呢 还有就是他父母身体都不好 他妈妈是眼睛看不见 家里面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就经常会去探望他们 就是没有正式办婚礼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了 就发现他爸突然是昏迷了 我就赶紧打120给送医院了 当时医生跟我说 就是挺严重的 需要有人在这儿陪护 然后那我肯定要是问他嘛 这事该怎么办 他说的话就让我觉得 太不负责任了 他又说我工作忙 要不然让我叔照顾一下吧 我觉得父亲躺在病床上 你怎么把这事都推给别人呢 因为我是在外离工作 离家特别远 然后就是家里有突发事情的话 回不来 我叔他是我爸的兄弟嘛 然后既然是亲人又是兄弟 那让他去照顾一下嘛 那也是就是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嘛 但是叔叔也不比他爸小几岁嘛 他就不考虑别人 所以女生说 你看他不负责任 我们听了两件事情 我记得第二项 好像说的什么事都以牺牲你为代价 对 你把这个控诉说一下 有一年秋天他好不容易能回来几天吧 我想着正着螃蟹下来的时候 我多买几只 我们俩过一下二人世界 结果他就叫了一堆朋友过来 其中有一个朋友就带了他的新女朋友来 然后坐在桌子上就发现螃蟹突然不够吃了 他当时也没有顾及我 就直接说 我媳妇不吃 咱们吃咱们的就行了 当时他朋友也在嘛 我也不方便说太多是吧 但是我心里就觉得挺不舒服的 那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好不容易有个时间跟朋友们聚一下嘛 是吧 正好也是买了螃蟹嘛 回来正好大家吃一下 他也没有提前跟我说 就是他带了另外带了一个人 你如果说我请他们来吃饭 然后我不让他们吃 那也很尴尬嘛 那你为啥不说 哎呀不行啊 我最近过敏我吃不了你们吃吧 因为我想的是我朋友嘛 对呀 陪着坐着聊就行了 你吃什么呀 他当时就都没有想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那我不吃 那我买这螃蟹干啥呀 我买这螃蟹不就是想跟你一起吃的吗 最后还唠一个我不吃 然后还有一件事 做了也特别过分 就之前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送给我过一条项链 我一直特别珍惜 也没有带过放在竹章台里面 他表妹出国了 然后大家都送礼物了 他就拿这项链送他表妹了 之前也没给我打声招呼 是我后来自己发现了 问他了他才告诉我的 我送你了 为啥你不带呢 那我想着你不喜欢了 当时大家都送礼物了出国嘛 然后我就想着 那正好就是县城 当时手头是比较紧 然后我就想着 县城那就有一张 那就先送给他吧 再回头跟他解释这个事情嘛 你给人就买了一条项链了吗 没有买 这是婚前还是婚后啊 领完证刚 领完证了 你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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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